昨天和今天都有地震发生 让大家非常的有感 难免也会与0403花莲强震 领想在一起 今天上午发生的地震 规模6.3 镇央在花莲的外海 深度只有19.3公里 属于极浅层 各地都能感受到明显的摇晃 而更早之前发生在 昨天的规模5.7 镇央也是在东部 在宜兰外海属于极浅层 大家这两天手机 也都狂想收到了国家级简讯 真的会怕怕的 根据气象署最新的说明 今天的这起地震 的确是属于0403的余震 累计至今已经发生过了 1653起余震了 也提醒未来的三天 也可能会有规模较大 5.5以上的余震发生 现在台湾附近板块 的确也进入了地震的活跃期 有琉球海沟 上面还有冲绳海槽 而都像冬眠了很久的动物 准备要苏醒一般 就会释放出较大能量 我们能做的是平时 就要提高好警觉 至少家里头都要备有避难包 已遇到地震来袭 也要清楚如何做应变 减灾 降灾 才能够减少伤亡 地震当下花莲崇德村山体土石崩落 大小余震不断 目前已超过600次 位在彰化的这处排水沟 水面剧烈震荡 主震将近一分钟大力摇晃 一瞬间天摇地动 房屋均裂倾斜 近几年地震频频 尤其4月3号花莲发生规模7.2强震 专家直言 台湾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期 只要是够规模够大的主震完之后 我们本来就会预期 有好几个月的地震的活跃期 那我们要担心的应该是 这个活跃期结束完之后 其实也有没有其他的营镜的断层系统 它又持续的被触发 地底下错综复杂的断层 都有各自的活动间隔 就像冬眠的动物 一段时间就会苏醒释放能量 你如果把一个地7千台湾 你画个千千 半径100公里 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 你去统计它那个地震发生的过程 是随机的 它其实是没有周期性的 但是它有活跃期 因为每一次发生 都会有很多的余震活动 虽然断层活动无周期可言 但学者表示 若以板块运动来看 会发现台湾断层错动的时间 受控于影墨板块 台湾临近地区 最大的一条断层就是影墨带 它的活动 主控了这个地方的地震活动 通常海溝性地震来之前 陆地上就开始会有中小规模地震发生 以百年为基准 摊开时间轴来看 从1800年开始 1811 1815年 接连发生两起海溝型地震 到了1909 1920 间隔了近百年 影墨板块再次错动 端看海溝型地震发生前后的 四五十年台湾地震活跃 陆续发生好几起中小规模地震 包含了1906年梅山抢震 以及1999年南投极极921 都带来极大伤害 距离上次海溝型地震 间隔超过百年 专家预估未来五到十年 要留意影墨板块错动 强阵旱洞山河破坏大地 在历史上留下无数伤痕 如何学习理政共生 是生在台湾的我们 一辈子的课题 大爱新闻 吕思宣 林立一 台北报导